跳广场舞扰民发生争执 马路上抛洒落叶为自拍 近几年中国大妈在网上很火 但这火的方式每次都让人有点挠头 中国大妈到底是种怎样的存在 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2019年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几位平凡的中国大妈的一天 打入广场舞队伍的物业大妈 早上9点北京方飞路88号院 在跳广场舞的人群中 一个身影与周围格格不入 不光拍子踩不上点 动作也跟大家反着来 她就是李瑞盈 虽然跟不上大家的步调 但李瑞盈还笑嘻嘻地跟大家一起活动 这不是她有多热爱广场舞 而是作为一名物业工作人员 她的目的是解决小区居民 对广场舞扰民的投诉 时间点往后挫挫 然后把那个录音机的声音往下调跳 就这样就没人再找 还挺好 效果还是不错 大妈们的工作并不好做 但李瑞盈有自己的诀窍 如今小区领域间的氛围也融洽许多 我们有时候跳的声大一点 她就过来告诉我们把声放小点 但是她也跟我们详细介绍了 说了人家有上夜班的 有孩子小的 岁大的 跟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我们都理解 刚开始的时候 说的时候吧 也都不理解嘛 就说那个我事多 说你瞅瞅你干个物业 你什么事都管 也挺排斥我 最后呢我就是说 为了就是跟他们融入到一起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学 然后那个就是融入到他们当中 那个再进行劝说 合唱团的二胎奶奶 三八妇女节临近 社区合唱团正采拍节目 时间过半 忙活完家务的倪庆华 才带着二胎宝宝赶来 和大家打着招呼 给人堂吃还叫人家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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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退休多年 但妮静华的日子并不轻松 从老家来替儿子带孩子 洗衣 做饭 收拾屋子 好不容易照顾老大上了小学 本以为终于能参加 自己喜爱的合唱活动 没想到儿子又生了二胎 刚唱没几句 二胎宝宝皱着小脸哭起来 倪静华只好坐在一边 开始哄孩子 小宝宝今天不知道怎么哭得不停 倪静华只好提前结束一周 才能赶上一趟的排练 带着孩子早退回家 离向往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远 她也有点畅往 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生活 她也在追求她的 不能一天到晚 就是搞到孩子 做家务 把自己都搞老了 现在孩子 他们的压力也挺大 也很辛苦 这是我们现在自己 能够帮一点的话 应该还是尽自己的力量 能帮助他们一点 在荷花市场志愿服务亭 刘小霞正在给前来 社会实践的学生 讲解工作重点 如果行人有那个 需要咱们服务的 倒开水 大爷大妈的渴了 倒开水 我们这可以给她倒 几年前退休后 刘小霞就参与到 志愿者队伍中来 给游客指路倒水 携户维护警区秩序 在她看来 作为大妈志愿者 她有优势 爱管闲事 如果说你不管她不管 这个社会就特别的脏乱 然后就是没有正能量 如果说大家都是 就是老好人的话呢 就说我们这些社会呢 就是肯定不会进步的 捡捡地上的垃圾 劝走占道摆摊的小贩 直到太阳吸血 家长们陆续前来 接走这批小志愿者 刘小霞做好记录 准备下班 不是说的 就是说退休以后 什么事就 就我该玩去玩去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还应该做一些 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说大道理吧 说实在的 我没有那么多 那个 就大道理讲 但是我就认为 就是说你帮助他人 你自己是快乐的 平常人有的优点 他们身上也具备 平常人有的不足 他们身上也存在 中国大妈 就是这样一个 平凡而真实的存在 他们为社会发展奋献了自己的青春 在退休后依然发挥余热 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 也让我们祝福这些中国大妈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热